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话题了 您刚才在后边听得也挺着急的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猜测一下 就是此时此刻 在收看我们这期健康之路节目的 观众朋友的家中 您不相信现在拉开家庭小药箱 我估计十个得有三四五六个 药箱里都有这个药 很有可能 就说明它的普遍性 您分析一下这里边 是不是真的有一部分是吃错了 不应该吃的 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看的话 确实是有一部分人 不适合吃六味地黄丸 但是吃了六味地黄丸 结果吃出问题来了 吃出毛病来了 所以咱们今天就 这样我们正本溯源 咱们就从什么是六味地黄丸开始说起 好 可能和大家的认知有点不太一样的是 六味地黄丸最早设立出来的 其实是治小孩病的 他是由我们南宋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儿科医生 叫潜矣 创制出来的 而且还高瘦 活了八十多岁 对 这个潜矣 它是从金贵要略这本一书里面 《圣气丸》里面 画财而来的这么一个方子 它是这么说的 说地黄丸致肾窃失音 性开不和 神不足 目中白金多 面色黄白等 熟地黄八钱 山鱼肉 干山药各四钱 泽蟹 牡丹皮和白芙苓各三钱 这个六味地黄丸给这个小孩 就发育不好的小孩吃了之后 效果特别好 为什么小孩发育不好药 潜矣用这个六味地黄丸 补肾阴的药呢 这主要是因为中医认为 这个小孩发育 主要是靠肾阴是否充足 来决定的 如果肾阴不充足的话 那么它的发育 就会受到限制 因此潜矣这个方子一出来 在当时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加上它这个方子配物也好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模板 然后慢慢地在画材使用 因此到我们现在 就是治疗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泛 而且使用的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渐渐地出现了一种 滥用的苗头 今天我们就是针对 这种苗头做节目 所以用一句 这个现在流行的话 这个潜已创立的 这个六味地黄丸这个方子 就叫祖国传统医学经典名方 对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有名的方子 但是回到根上 还是治小孩病的 那后世怎么越来越都 老头都开始吃了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跟我们大部分人 对我们中医对肾的功能的理解 是有一些偏差的 咱们中医认为肾的功能 它不光是跟我们都熟悉的 这个生殖 还有发育有关系 它其实还跟我们 很多其他的生理功能 比如说我们的骨骼 比如说我们的听觉 比如说我们的呼吸 还有水液代谢 这些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当肾应不足的时候 这些我刚才所说这些功能 都会发生一些偏差 或者是失常 因此这个只要是肾应不足 引起的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治疗 所以就给人们一种误解 觉得六味地黄丸 什么都可以治 它治疗范围这么广 慢慢慢慢人们就觉得 它是一个类似于保健品的药了 对了 就会像王叔叔刚才说的了 这个好家没事 咱先吃两碗 吃两碗补补 是吧 这几个问题比较严重 好 那刚才您也说了 说这个六味地黄丸 哎呀 如此之经典 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药 我们也学习一下 好的 不要讲得太深了 大家没有这个医学知识 药材的知识 但是还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对 好吧 来 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学习一下 可以可以 六味地黄丸 顾名思义它有六个药 这六个药里面分为两组 一组是补的药 一组是蟹的药 每组各有三味 所以我们俗称三补和三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补 是哪三补 第一个就是熟地黄 这个熟地黄它是入肾经 它是专补肾阴的 所以它是整个这个方子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药 我们也把它叫做菌药 因此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块 是吧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在这个祖方里面 它的量也是最大的 是的 待会儿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量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 就是补药里面的第二位药 叫山鱼肉 那么山鱼肉呢 它既入肝经也入肾经 山鱼肉这个药呢 为什么我们说要用一个补肝阴的一个药在这儿呢 因为我们知道肝肾同源 我们补肾阴的时候呢 同时要补肝阴 这样的话呢 更有助于肾阴的补充 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药 很精妙啊 对 第三个药呢 我们看到的是山药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是吧 山药呢 它是入脾经 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又要加一个入脾经的药呢 对 主要是因为我们山药入脾经 同时也入肾经 它可以健脾 健脾呢 就可以帮助孕化 可以让我们后天饮食 食物里面的营养物质 更好地转化成肾经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三补 分别入肾经 肝经和脾经 上排红色的 这是补 对 这个药很奇怪 既有补 又同时有一个 蟹 是 对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蟹药有哪些 蟹药分别是择蟹 单皮 还有茯苓 那么择蟹这个药呢 它是入肾经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正好对应的是肾 它呢 主要可以倾斜肾火 蟹肾灼 有这么一个作用 它为什么要用肾经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我们看到熟悉 这个地方用了很多 很大量 那么我们说熟悉 因为它滋腻 非常的过 非常的厉害 所以怕这个不过了 挺有劲的一个药 对 就股肾阴 方便 所以让泽蟹来了以后 跟它去做一种平衡 对 非常 就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防止它太滋腻 那么这个 单皮 单皮 单皮呢 它是入肝经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非常的善于 清雪中的服热 哦 那这个地方 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 就是虚火 它会相对的旺盛一些 对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 凉一些的药呢 把这个多余的这个 虚火给它卸掉 就是老百姓 通常说的 有凉血的效果 对 单皮就是一个凉血的药 你看 太精药了 对 所以我们说它是 善清肝火入肝经 福灵 它的作用是 健脾立水 诞肾立湿 那么它在这儿呢 主要是入脾经 来帮助山药 来共同加强运化 同时又防止滋腻太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补又有三屑 它呢 既可以让你补的同时 加入屑药呢 又可以不让你 太补的太过了 所以呢 整个这个方子的作用 是非常平和和温和的 精妙了 对 更精妙的还有 还有 对 是它的这个比例 是它的用药的剂量 这个就更不得了了 对 这个我们有一个口诀 关于这个六一帝黄丸的剂量 叫第八山山四 福灵泽丹三 第八山山四 福灵泽丹三 对 记住了吗 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比例 就是我们在这个方子里面呢 熟地呢 是用了八 占八 那么山鱼肉和山药 各占四 剩下的这三个蟹药呢 各占三 所以是一个八比四比三 的这么一个关系 因此我们再从这个 剂量上来看的话 它整个全方 虽然有补有蟹 但最终 更突出的作用 其实还是补的作用 哦 嗯 嗯